一枚汤圓懒人料理教室 今天你上课了吗 第一步 烧热水 第二步 趁水滚 快把汤圓丢进去 第三步 用汤匙轻推汤圓三下 预防它粘在锅底上 第四步 水滚转小火 约三到五分钟后就可起锅 一枚汤圓懒人料理教室 接下来 试吃手折 一 装汤圓 一 捞出鸡蛋布丁汤圓 配点汤圓 草莓汤圓 二 倒入糖水 三 摆中四 选择最想吃的加进去 一枚汤圓懒人料理教室 接下来 步骤一 张开口 把汤圓塞进口中 步骤二 用力咬 步骤三 说感觉 鸡蛋布丁汤圓 吃起来好冲突喔 明明是汤圓 吃起来却是布丁的味道 再搭配上布丁和奶茶 有点甜 但感觉有双层布丁的享受 鲜黄色的外皮 和流沙的内餡 这种滋味 会让人迷恋 拿铁汤圓 咬下去很弹牙 却让人有点怀疑人生 感觉就像是在喝浓缩咖啡 但却又吃得到QQ的粉圆 每一口都好冲击喔 为什么拿铁变得这么Q 这种拿铁 会让人上班变得很有精神 草莓裂骨汤圓 咬下去有点刺激的感觉 就像吃早餐 或把果酱涂在面包上 直接把果酱拿来吃 有点兴奋 又怕被骂的感觉 步骤是自己做神荷包 男人料理素成般 布丁每次55元 打电每次48元 草莓每次55元 步骤5 请订阅 记得按赞和订阅喔 我们下次见 爱你们哟